那麼如果你不會一些攝影構圖 沒有關係 別人幫你 在這個地方有三個 一個叫Smart Markup 一個叫Magic Markup 一個叫Markup Photos 各位有看到關鍵字是什麼的吧 蛤 一直重複的那個叫關鍵字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字啊 Markup 那我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情境圖這裡 還有一個我們在這邊有的 就是 欸我放在那裡 在這裡 網頁設計這邊的樣子 沒有 我還有放一個虛擬主機嗎 欸我記得我還有放一個在哪 不是不是 我記得我還有放一個是 Template 放 這裡 設計新主張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關鍵字了嗎 也就是說你今天 不是像我們 阿俊這樣是一個設計公司 可是你還是有什麼 辦活動的需求 你有做簡報的需求 你有做報告的需求 但是我不會設計怎麼辦 所以設計產業 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做量化 因為原本的設計應該是客製化嘛 我真的這個客戶 足以完成 但是現在大家沒時間 第二沒錢 哈哈哈哈 要怎麼辦 就是用這些關鍵字就好了 所以我寫這篇文章就是 跟你介紹一下 其實你只要會找這個關鍵字 你還真的可以找到很多 有不錯的設計 通常有加S 因為是負數 那你也可以加Markup 我們講的 就是要一般稱作圓形 有點像Prototype 那種雛形那種概念 我先幫你把東西都設計好 你自己會去改就好 就是改那些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去找 那你看 這裡面就有蠻多的 就有蠻多 比如Markup 3 我就點過去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人家幫你做好的 沒有嗎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自己Google一下 好 這樣可以 所以你看 有沒有All free markup 對不對 你點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會找關鍵字 有沒有可以找到很多資源 我們昨天介紹的是圖庫嘛 圖庫就是他設計好的 那這個裡面呢 Free的這裡 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找找看 哪些 你要的關鍵字是什麼 那找找 你就可以直接下載了 有沒有 他這裡是Free的 所以我就來這邊點一下 PSD 有沒有 Full layer Photoshop 這樣阿俊他們就要吐血了 有沒有 他給 你下載的是Full的 而且解析度不是低的 那可以商用嗎 那你就要看授權了 你就要看授權了 哪裡可以看得到 你看一下他下面 他會有寫 有的會有寫 我看一下 商用也只是展示用 對啊 沒有 有的商用是你還可以改 那就要看你的 對對對 那有的他要求註冊帳號 那有的沒有 所以這個要看 像他是來自BHands的 BHands是Adobe的 那有些設計師 他是願意讓你把這些東西下載下來 所以要看他最後是連到哪邊 那每一個的授權方案不同 這是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那個 那我們回頭頭來看一下上面的 如果你也不要這樣子 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講 在上面這個圖庫這邊有三個 有沒有 人家都幫你畫好了 就是應該說 設計好了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把你要的圖傳上去就好 他就把你合成好 那這個是一個 電腦網路介紹網站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關鍵字去找就好 我就這樣點過來 有沒有就在這邊 好 你就來找看看 像你是要print的 還是要做上行的 有沒有 smartphone的 還是筆記型的 還是那個平板 還是TV 還有多個裝置的 都可以 你看 有沒有他把情境都幫你準備好了 你應該知道 你要把圖放上去就好了 假設你要這個 我就把它按一下 你就來這邊 告訴他第一張圖在哪裡 或者網址給他 那好了就可以download下載 你就有這種情境 你了解 這樣了解 所以這種情境圖也可以 有時候我偷來 我會拿這個來用 哈哈哈 所以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設計就是很多元 看你的需求 看你的需求 但是呢 最重要你會找資源 因為資源你不會找 也許你不是原創的 但是你不會找 你就是比別人少很多 好 你就是比別人少很多 好